大家好 今天两个小新闻 看了看Google新闻 第一个小新闻是 蓝颖国民党 有一位姓李的女士 她说她突然跳出来 想选这个高雄市长 就是八月份有个补选 好像她觉得 说蓝颖为什么没有人敢出来 她突然想跳出来 想选一选 我是觉得蓝颖 首先这个事情 本来是一个不想提的话题了 已经毫无意义的话题了 关于选高雄市长 但是还有人跳 还有那么一个不知深浅的人往外跳 首先我们说 韩国瑜不是被选下去的 是被做下去的 他能把韩国瑜做下去 他就能把民进党的一个人做上去 所以旁边你这些人 跟着一起去选 你根本就不明白 你不是选 你就是陪着玩一玩 陪榜 蓝颖如果这时候聪明的话 不提人 没用 你提谁 都是民进党当选 人家已经设计好了 民进党当选 那个选票 都已经设计出来了 你爱投不投 你不投 他也当选 准是他的 弄个七八十万票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这个蓝颖啊 你不用提任何候选人了 就让民进党自己提一个人 他愿意提陈其卖也好 提什么卖也好 反正提那么一个人 让他自己去选去吧 这个本质就是这样 就他一个人 其他人任何人赔榜 都没有意义 不会有人理你的 你也不要去再浪费老百姓的精力 也不要去浪费老百姓的钱了 老百姓如果看明白的话 以后什么市长选举啊 什么议员选举啊 都跟你们没有关系了 有那个时间去度假去吧 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就是他直接任命 这个中选会呢 做票就做到 中选会现在是蔡的人事部 蔡说任命一个人当市长 他就当了 免掉一个人的市长 中选会就给你免了 而且怎么当怎么免呢 打着民主的旗号 打着人民投票的旗号 践踏民主 强奸民主 这么一种肮脏的手法 每天都在台湾上瘾 在光天化日之下 告诉全世界 我们是假的 我们是贼 但是为什么我们贼可以当道呢 总统就是贼 蔡就是贼 蔡的博士就是假的 你能拿我怎么着 所有的市长都是假的 议员都是假的 你能拿我怎么着 这个就是台湾的现状 所以一个不知深浅的人 还跳出来选 其实没有人报名是最好的 都不报名 就让他一个人选吧 他说上 他就上了 何必跟他凑那热闹呢 何必给人捧那个臭脚呢 还告诉民众 还有三个人来选 选王里又还是人家票最多 你最低 何必丢那个人呢 如果不是那么傻的话呢 这个人就是故意要配合民进党 假装的 我又来选来了 对 你票多 我票少 这种配合民进党 做戏这种东西 其实已经很没有意思了 第二个新闻呢 就是蔡厄厄 还会见一下美国的什么 在台协会的什么人 还说这个要把台湾呢 要变成一个人才中心 输出人才 我看完以后 我觉得 诶 输出什么人才 骗子 贾博士 一堆 台湾现在一堆骗子 一堆贾博士 你往哪输 美国 美国要吗 很可能 这个将来蔡的手下这帮人呢 都是贾博士 输出一帮 联盟带虎 欺骗 造假 蔡现在不就是嘛 上梁不正 下梁外 这我们一个老话了 你输出什么人才 现在 现在谁还要台湾的人才 现在看到台湾就是一堆骗子 只有骗子当道 那些不骗人 不撒谎的人 老百姓都在底下呢 他们也输出不了 他们也出不来 所以台湾这个社会呢 很可悲 今后就是 骗人已经很正常了 我们现在觉得撒谎骗人 太正常了台湾这个社会 台湾这一代人 就像像欧崇敬老师说的 这个 像这个曾淼洪老师说的 40岁以上的人 还有点正义感 40岁以下的人 似乎都看不到 这个就是跟整个社会风气有关 你整个的社会风气 你鼓励欺骗 你鼓励造假 而且一个贾博士 坐在上边 还光明堂皇呢 还要怎么怎么样 还要招手 还要挥舞 一种强权政治 已经告诉台湾人民 只有这样你才能生活下去 所以台湾这个 伦理道德 伦丧 伦理道德 社会道德 伦丧 欺骗 战上风 撒谎 战上风 有权有势 战上风 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这样一种社会形态 这样一种社会的制度 对台湾的未来 从长远来看的话 一点好处都没有 当然在这个既得利益的时代呢 其实他们不管 我看 这个没有人去管台湾的未来 也没有人去 要求 道德如何如何 人们都是追求一个 我如何说合适 蔡那个 蔡厄的政府呢 现在就带着台湾这条破船 就一直往冰山上撞 撞哪天不知道 反正现在是 台湾这个社会 在国际形象当中 至少我们认为 撒谎 骗人 造假 这些名词 都可以扣在台湾这个上面 一点都不过分 好 今天先说到这 谢谢大家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